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80%的几率 还会出现规模5以上的余震 孩子们在台上为国庆活动表演 突然一阵摇晃 尖叫声四起 所有人惊慌逃难 因为地震来了 美国加州南部台湾时间5号凌晨1点半 发生规模6.4强震 深度只有10.7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镇阳在南加州的塞尔斯山谷 西南方12公里 这起地震连250公里外的洛杉矶 都能感受到地牛翻身 画面中可以看到位在洛杉矶的新闻台 摄影棚内的灯光设备等机器摇晃得很厉害 记者表示当时整栋大楼都在摇 相当恐怖 到目前为止已经侦测到上百次余震 专家表示有80%的几率将出现规模5以上的余震 目前镇阳附近传出有加油站起火 房屋倒塌 停电 还有民众受伤等灵性灾情 打开新闻黄敬廷编译 而在日本连日来因为梅雨封面降下了好雨 虽然目前封面已经逐渐往北移动 可是熊本 鹿尔岛 宫崎县等地 这几天都出现破纪录的雨量 引发了洪水还有土石流灾情 一共造成了两人死亡 画面中可以看到这里本来是一望无际的稻田 经过大雨的肆虐 现在只剩下一片的泥泞 在封面逐渐北移之后 雨势是终于缓解 不过短短一个星期 日本九州就累计雨量达到1000毫米 是整个七月平均雨量的两倍之多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呼吁民众 仍然要防范土石流还有淹水灾情 再来看到亚马逊雨林横跨南美洲八个国家 其中有60%都是在巴西的境内 可是自从现任总统波索纳洛上任之后 他却公开支持雨林的开垦松绑环保法规 导致山老鼠是越来越猖獗 巴西境内的亚马逊雨林 面积缩小超过了88% 原本绿意盎然充满生气的森林 现在却成了一片光秃秃 死气沉沉的土地 而这些受到破坏的雨林 都是原住民赖以为生的家 这里是南美洲亚马逊雨林 全球最大的热带雨林 横跨八个国家 其中60%都在巴西境内 由于森林长期遭到山老鼠倒伐 雨林面临不断消失的威胁 巴西政府以往虽然对雨林保护 并没有采取太多积极的措施 不过也承认亚马逊雨林正不断流失 因此不敢大肆进行森林开发 但现任总统波索纳洛 却反其道而行 年初刚上任时 甚至公开支持雨林开垦 以及松绑环保等相关法规 让环境保育团体忧心 雨林大量消失的问题 只会越演越烈 根据巴西航太局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6月和去年相比 森林砍伐就造成巴西境内 亚马逊雨林面积缩小超过88% 亚马逊雨林又有地球之肺的称号 如果不断进行开垦 森林失去帮地球调解二氧化碳的功能 恐怕加剧气候变迁现况 对全球环境造成一波浩劫 大爱新闻杨情编译 好 要避免环境遭到浩劫 叫来看到泰国他们的百货企业龙头 则是带头响应减速 现在集团旗下的商场 是要求塑胶袋要使用者付费 不再免费提供 推着购物车穿梭在卖场走道 买好物品去结账 在这间购物中心 许多顾客都是人手 一个环保袋装东西 为了响应国际无速交代日 全泰国只要是属于 Demo Group 这个泰国百货集团龙头旗下的购物商场 都不再免费提供塑胶袋 顾客需要花台币一块钱买 卖袋子赚的所有钱 会全数捐给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泰国分部 泰国大量使用塑胶制品 光首都曼谷人口一千多万 每天就使用多达八千万个塑胶袋 每年国内制造200万吨塑胶废弃物 回收率却只有25% 政府近年努力推动减速 国家海洋资源部甚至提出 要在2027年 让全国人民的塑胶袋用量 减少到一天两个 联合国环境署表示 全球每年使用多达五兆个一次性塑胶袋 现在越来越多国家和企业 推行减速或竞速活动 加拿大温哥华有间超市 想出一个创意十足的办法 让顾客少拿塑胶袋 在东北市里面 并没有免费上市的标志 而是导致 提着有丢脸标语的塑胶袋 需要一点厚脸皮才能做到 有人开玩笑说 这可能出现反效果 让大家想收集袋子 但店家还是希望民众 能真的理解这些搞笑塑胶袋的用意 为了保护地球 改用环保购物袋 早点回到台湾 三号晚间嘉义火车站 发生了旅客袭警的意外 铁路警员李承翰 为了保护乘客安全 结果被刺伤 经过一夜的抢救后 昨天凌晨是宣告伤众不治 让各界不舍 总统蔡英文 昨天也前往灵堂慰问家属 承翰 我们刚刚结束了 因为好早 平时在肩墙的远景 这一颗眼泪忍不住溃提 三号晚间八点多 在嘉义火车站 发生旅客拒捕票纠纷 田路警察李承翰 为了制止遭到攻击 进击送医抢救 还是会填法术 今年二十五岁的李承翰 警砖三十一期毕业后 就在铁路警察局嘉义所 不务将近五年时间 平时表现优异 热心助援 没想到意外殉职 总统蔡英文也前往灵堂慰问 请蔡总统救治殿位 金正处表示 将会全力协助家属 来办理后事并争取最高抚恤 我们一定会成立智商委员会 那相关的一些商账事宜 我们都会尊重家属 一定要表彰 我们陈翰英勇的表现 他的攻张和攻击 慈激基金会也动员 七十四位志工 前往灵堂助念 这么多人来跟他调宴 然后关怀 我们还是感觉到 爸爸妈妈的孤单 我们在旁边 为他们助念 赴慰陪伴 希望能够尽到 我们一些关怀的心意 我们就非常简单 志工陪伴在旁 希望煎熬时刻能成为家属的力量 给予关怀 大爱新闻综合报道 好 这起意外也点出了台铁的安全隐忧 首先是铁路警察只剩下大战 有配置人力 当突发状况发生时 难以请求支援 再来是身上的安全配备 铁路警察虽然有手枪和警棍 不过其实在狭小的空间 这些是完全发挥不了作用 相对来看 列车长也只有木棍还有哨子 这些配备和人力问题 台铁承诺会在一个月之内 讨论出解决之道 戴上警枪 警棍和手铐 铁路警察的装备 和一般警员都一样 遇到突发事件 没有执法公权力的战务人员 都只能仰赖他们的协助 公共场所的我们还是有警察来处理 会比较恰当一点 进了台铁月台 战务人员只能维护简单的秩序 当发生暴力纠纷 现在的铁路警察 他们的人力到底够不够 台铁也说 未来将加强禁止 携带危险物品进展 保护旅客和基层人员的安全 只希望这样的悲剧 不会再次发生 大爱新闻台北高雄综合报道 医疗讯息来看到 暑假旅游旺季 但要留意不少的东南亚国家 以及中国大陆 是麻疹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 警官署昨天就最新公布 台湾再新增了两例 境外移入麻疹个案 而且这两名患者 都在可传染的期间趴趴走 多次是搭公车还有客运到公共场所 警官署公布两例麻疹境外移入个案 都是男性居住在北部 其中一位40多岁 在上个月21号发病 另一位20多岁 则在27号发病 而两位同时在28号出诊 有一位是去中国大陆工作 另外一位去泰国旅游 那我们发现说 这两个案 他们的居住地跟这个工作场所 最近都没有任何的麻疹病例 所以初步研判是境外入 目前两位个案正居家隔离中 不过追踪发现 相关接触者有202人 患者也在可传染期间 出入不少公共场所 40多岁男性 从6月24号到27号 多次搭乘新北市跳蛙公车 也去过速食餐厅和大卖场 而另外一位则是 每天利用国光客运 或符合客运上下班 而暑假是旅游旺季 几关署也特别提醒 几个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 目前国际上面 有这个麻疹流行的话 主要还是东南亚 那还有这个中俄大陆 目前也到5月有1600例 那另外欧洲的部分 以乌克兰是比较严峻的 呼吁民众目前国内境外移入案例 感染国家以泰国 越南菲律宾最多 如果计划出国旅游 未满一岁或还没接种疫苗诱儿 尽量不要前往 一般民众也可先就医咨询 评估是否需要施打疫苗 大家新闻聆听 叶宜玲台北报导 有高达九成的口腔癌患者 都有吃槟榔的习惯 尤其是在工地 有很多工人为了要提神 几乎是槟榔不离口的 甚至有谣传 只要不加红白灰或是其他的配料 吃槟榔就不会离癌 台中慈悸医院的医师 就出面辟谣 强调这是错误认知 医护人员到建筑工地 为教做筛检 劳工朋友吃槟榔提神 其实是拿健康当赌注 口腔癌年龄层逐年下降 绝大部分是吃槟榔导致 工地谣传 只吃槟榔籽 不加红白灰或其他配料 就不会离癌 是错误认知 如果口腔内 有无法愈合的溃疡超过两周 或是不明的突起物白斑 都应该多加留意 及早发现癌前病变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中国大陆南京 有一名六岁的扫男童 姚家豪 她在两岁半的时候 被诊断罹患了 恶性横纹肌肉瘤 这一项疾病的癌细胞 可以生长在身体的 各个器官难以治疗 在历经31次的化疗与放疗 医师宣告 她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 任何侵入性的疗法 这样经历磨难的小小身躯 在病痛中 她却不忘付出 这般痛苦哀嚎 彻夜难眠的日子 小小的身躯承受三年半 妈妈 你不要把我放弃 你救救我呢 她就求着我 一见面撒娇讨爆 终究是个孩子 两岁半时 姚家豪被宣判罹患 恶性横纹肌肉瘤 她的人生注定不寻常 一直要成一只的 然后他在那里面 四年四年四年五月 四年五月四年五月 二年四月 她妈妈也没睡 我的半分一 我等晚都念 想到小中校了 你等晚都想到施工上来 她没睡后 就是想到小中校了 你根本不是不爱你 你根本不是不爱我 我 爸爸 爸爸要怎么 妈妈 妈妈 也生病 病 病 妈妈也生病 自己生了重病 牵肠挂肚的却都是身边人 肚子上布满手术疤痕 切除掉一边肾脏 做过三十多个化疗及放疗 你腿上有一个炸弹 那你不要使命地跑 不要跳 慢慢地走路 知道吗 慢慢地跳路 也不行啊 你跳了一跳 这会带动这个炸弹 家豪爱机器人 羡慕她的来去自如 打击犯罪 还有永不生病的身体 人的一生 它也算是一个结束吧 知道吧 有的呢 从小就受结 有的呢 是长大了受结 受一个结 难 我们去哪里 大压村 哦 去大压村 你要去大压村干什么 去小压村 为什么想要做自工 我想做防保 你还想做防保啊 天空没有偷偷的味道 晚上没有啪啪啪的特带照 雨滴飘下了青春的烟雕 地球淡静而美好 大新闻之上美之工朱梅 范洋汉南京报道 台湾这几天天气是时情时雨 民众很容易因此感冒 大压新闻就找来中医师 教您如何在这种天气 避免风邪上神 新鲜的葱白 再放入生姜和桂枝 煮个五到十分钟 预防风寒性感冒 少不了它 当我们淋雨或者我们身体衣服穿得太少的时候 身体吹到冷风的时候 就用葱排汤来 让它促进我们身体的一个发散的作用 如果你不吃葱的话可以多放姜 或者像桂枝或者肉桂之类的 这个放金银花 来哦 味道很香 从风寒到风热 也就是病毒性感冒 金银花 杰梗再搭配甘草各三前 就能杀菌保健康 熬煮大概15分钟 那让这个汤汁浓缩 那变成一碗 那一碗那每天呢 喝一杯 那我们说的一杯大概就是 我们的一碗的量 或者300cc到250cc的量 天气多变化 尤其上班族进出冷气房 天天喝上一杯 加上正常生活作息 可以跟感冒说拜拜 大约新闻小事节 李明华 台北部罗 来看到台北市立动物园 又增添了一名新交客 是一只纸猴 它是马达驾驶家的特有种 也是濒临绝种的动物 这一只7月来到台湾的纸猴 叫做Hira 动物园现在正在为它进行检疫 预计今年就可以公开亮相 大大张峰儿和一双无辜大眼睛 在新环境里到处看了看 它是一只10岁的雌性纸猴 名叫Hira 一号才从日本底台 正在台北市立动物园里进行检疫 这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个体 然后也比较怕深一点 然后对于声音跟光照都很敏感 到的第一天跟第二天 吃的食欲上面都没有这么好 然后有表现出一些比较紧张的行为 不过幸好到了第三天 适量渐增 目前状况还算稳定 而它的模样其实在原生地 马达加斯加并不受欢迎 当地人因为它毛发杂乱 门牙终身增长 认为会带来厄运 因此称之为死亡使者 并大量捕杀导致濒临绝种 台北市立动物园在2014年的时候 就加入了一个马达加斯加的 动植物保育群专家里面 因为亚洲地区只有日本上野动物园有 所以我们这次的话 也是特别跟上野动物园合作 然后从他们那边引进了 一只雌性的个体到动物园里面 纸猴体型小 体重约3公斤 身高在50公分以内 成年毛色是深棕或黑色 还有一些白毛 属于夜行性独居动物 主要吃蔬菜水果和昆虫 而最特别的是 它会利用细长中指 敲打树干觅食昆虫 纸猴目前正进行30天的检疫工作 等检疫完成之后 就会来到这里热带雨林区 来适应新环境 预计今年就可以和大家见面 以上就是林逸婷 叶宜林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台湾的农业则是有新突破 从泰国进口30年的江河花 历经10年的时间 首次研发出两款新品种 花旗肠耐热也更好种植 一边是淡淡粉色 另一边则是优雅紫红色 它们分别是高雄一号粉钻 和二号胭脂 这是江河花从泰国引进台湾 长达30年后 首度培育出来的新品种 而这过程整整花了10年的时间 我们国内并没有江河花的品种 很少 那所以我们在杂交上就遇到困难 即使有杂交的组合 但是可能没有得到后代 有这些得到的后代 它表现不好 我们就淘汰了 不只要能成功生长 花型花色也有所要求 必须符合大众喜好 而这新品种也延续了江河花的特性 好种植 花旗长 以及耐热 为夏季花卉增添了多样性 目前培育出来的花卉因为植株矮 因此用途将以盆花为主 我们盆栽的部分 你跟一般的球根花卉一样 你如果不去移植的话 它到隔年还会继续再长起来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说 第一个盆栽用 第二个就是花坛上的应用 第三个就是居家花域的设计 专家表示 即使江河花进入休眠期 也不需要特别照顾 保持干燥即可 初期市场将先以国内为主 预计能增加20%的产值 带来新闻 林一婷 叶宜玲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адно Path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好的一天